淡米啊 淡米你别吃了行吗 这高粱米水饭吃多了也不长个 吃吧 说不了 你别生气了啊美丽 吃吧 糟糕啊 我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 我以前都没看出来 爸爸 这绝对是个误会 我替他打保票 你别替他打保票了 你还说 我把他训练的像个简友 他现在长榜子要破壳了 他就是个扑了蛾子要起飞了 爸爸你得给我做主啊 爸爸 你得给我申冤呢 我给你申冤 爸爸 有你什么事 我不哭是不是显不合群啊 哎呀 哎行行行别哭了来来来来来 坐会坐会来来来 刚刚哎 说实话啊 你是什么人 爸心里有数 是 是不是 是 你今天你就当着他们 你就实话实说啊 这个电话王美丽找你什么事 你就直说 是这样的吧 嗯 今天王美丽给我打了个电话 嗯 说他今天来沈阳了啊 说约我见一面要去宾馆 嗯 后来呢 你听见了吗 给我憋回去 你们俩在这给我演鸽子呢 这个王美丽啊 他是个外地人 对 人家不远千里来到沈阳 在沈阳市举目无亲 不找我找谁 无非是带点土特产 自己拿不动 我必须去宾馆 你不说话行不行 二米啊 啊 这个当年呢 是那个王美丽的父母 嫌你大姐夫他们家穷 嗯 一阵无情霸 打得他俩是个分东西 就在你大姐夫走投无路 灰心丧气的时候 是你大姐用他的爱温暖了钢 婚后他们俩过得什么样 咱们不是有目共睹吗 我敢替他保证 即使现在王美丽早上门来 他也会气定神闲不屑一顾 谁 王美丽呗 哎呀 你瞧这 小姐 你瞧大姐夫呢 你看我大姐夫呢死 你瞧这 谁 我 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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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是造港的家伙 是 谁是造港的 我是 那就对了 哎 哎呀 自我介绍一下啊 啊 我呢 是你的后半生 婚纱礼服定制中心的贼神 啊 收到新娘子王美丽的委托 特意为赵刚的先生 送礼服来的 刚才 这礼服都准备好了 大姐大姐 大姐你先等会儿 那个贼先生啊 不是 这个礼服什么婚纱的是给我大姐夫定的啊 不是给你大姐夫 不是给我大姐夫 是给赵刚子的 赵刚子 你的后半生都找上门来了 你死定了你 不是 你弄错了吧 这不是给我的吧 是你是你就是你啊 什么是你是你就是你 这孩子啊 你是弄错了 王美丽结婚 他给赵刚子做的奶门的礼服啊 对啊 你肯定是送错地方了 对 送错地方了 是这儿是这儿就是这儿啊 哎呀这孩子我就没看过你这么嫁 什么是这是这就是这儿啊 这衣服肯定不是给他做的 对 不许你让他穿上试试 保证不合身 不能合身 我打拖 侮辱我们手艺人 给我脱了 吹上 不合身 合不合身 大伙看 合适吗 音乐 怎么样 不合身吧 太合适了 爸爸你看啊 赵刚子 你是不是合身的有点过分了你啊 啊 那个贼你给我过来 什么 我问你 这衣服谁定的 王美丽 王美丽嘛 他优定了几套 一套婚纱 一套礼服呢 那婚纱是按谁尺寸定的啊 王美丽 王美丽 王美丽嘛 那礼服呢 赵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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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刚子嘛 一套婚纱 一套礼服 这配备挺全呐 不全 还有个花呢 赵刚子 现在你也学会家外有家了 是吧 我告诉你 我现在也就是怀孕了 我要不怀孕 我背大飞着要踢你嗓子眼里去 我算你扁条体长的结智 气死我了